视频开始,小伙伴们先看一下手机电量多少,评论区电量一样的就交个朋友吧。 补薯夹的威力有多猛,小哥用重量级的变炮与他对抗,最后的画面朝饮盒。 之间小哥先是准备一把打火机,为了安全着想,小哥将打火机绑在木棍上,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 将打火机缓慢地靠近补薯夹,就当触碰那瞬间具有很强杀伤力的补薯夹,直接把打火机夹个粉碎。 里面的气体更是喷涌而出,接着小哥又拿出一部手机出来,然后就对准补薯夹一抛。 当两者接触那瞬间,完好无损的手机屏幕现在变得面目全非。 这威力强地让人静而远之,可老外并没有丝毫害怕,这次直接拿出今天的主角上场——爆竹。 看看当接触补薯夹的爆竹会爆炸吗? 同样为了安全着想,用胶带将爆竹绑在木棍上。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,便二话不说将爆竹与补薯夹接触,下一秒让人出乎意料的是, 这爆竹除了被夹成两半,貌似一点强烈的反应都没有,不过此实验具有危险,大家切勿模仿哦。 喜欢我就点击收藏关注哦,每天给您分享不一样的有趣视频。